這裡 洞湛 綠色漆海飄洋 賴清德海外後援會陸續啟動 台灣時間十一號 在加拿大多倫多成立 新來台灣之友會 隔天也要到溫哥華成立分會 這次台灣的選議 就是民主兵專制 維控到極權政治的中國 所以我們這次的選議 可以說台灣歷史上 非常強化的一段落 民進黨立委劉士芳跟林楚英 當賴清德分身前往加拿大 成立大會上台橋總動員 集聚上百人 甚至還有人開兩三個小時的車 就是要來現場立庭 除了跟支持者碰面之外 我們也會見了橋界 最重要是凝聚大家2024 能夠持續支持本土政權 從三月底 紐約新來台灣之友會成立後 包含華府 日本 北加州 大洛杉磯等地陸續成立 除了每日外 六月中旬將重心轉往東南亞 包含下週菲律賓 陸續馬來西亞 印尼等 以及八月份澳洲地區 中南美和歐洲國家 也會陸續成立全球遍地開花 而在國內也按部就班拼陸戰 賴清德原定十一號上午 要搭機到馬祖 參加新來台灣成立大會 但因為天后關係 搬機取消 只好跨海視訊參加 我們的視訊就到這裡結束喔 謝謝 謝謝 敬台灣 敬台灣 訊號卡卡 現場都結束了 賴清德還忘情的喊凍蒜 甚至自己拿手機視訊 手還不小心入鏡了 讓人看到難得一見的賴清德 stunned 這是次連 premiere 台北參謀到 台北參謀到 台北參謀大 台北參謀大 你